请问那个铁轨这样是修好了吗 台铁维修人员扛着器具整修轨道 就在离平交道不远处中午区间车通报 轨道有弯曲显像 那个上下滑动是不正常的 我们火车在走 难道你铁轨是上下滑动 对对 万一哪一天那个铁轨断了 都没有发现 因为那个它那是一尺一尺嘛 断了你也不知道啊 内力到中立东正线路段 列车行进时还会摇晃 一度减速到三十公里 缓慢通过 接着我汗子不好 它就加上天气比较热 看着就比较明显 那个比较有那个海市省的效率 一般来说轨道耐热大约六十度 台铁官员过去就曾经透露 天气热确实会影响轨道 一般来说铁轨温度 大约等于气温加上十五度 二零六年六月五号 轨道变形釀成举光号出轨 依照记录花莲当时气温三十六度 台铁人员就测出轨道高达六十三度 台铁也有因应措施 除了以鱼尾板结合 也会在铁轨间留下六MM的伸缩接缝 另外在螺丝处也会预留孔洞缝隙 防止肋脏冷缩 需要换铁轨吗 那个晚上我们会再处理一下 桃园下午一点发生铁轨弯曲 气温大约三十五度 是否因为天气热导致 还要再厘清 台铁后续也会派人监视 让乘客放心 三叔林虹 庄祥宇 桃园报道